今天其實非常的遺憾 早上在衛生環境委員會 意識規則很清楚 權宜問題要優先處理 所以民進黨團有提出 有關於權宜問題的臨時提案 就是希望國民黨可以另行推舉招委 來主持今天的委員會 我們認為王毓民委員 必須回避 他基於曾任兒福聯盟的前執行長 以及在凱開案發生的當下 他都是兒福聯盟的董事 所以基於當事人迴避的原則 這也是立法委員職權行使法22條所規範的 所以權宜問題要優先處理 那吳思瑤 我即使不是衛生環境委員會的委員 但是列席的委員基於權宜問題 也有發言的權利 所以王毓民委員今天的第一個 他不優先處理權宜問題 第二他拒絕讓可以有發言權利的 列席委員吳思瑤進行發言 這些都是非常強悍的 為意意識規則來進行的主持 所以我必須現場提出抗議 請求針對權宜問題進行提案的處置 好走了一圈回來現場結論 最終依舊是依據我們一開始的原始主張 針對兩個權宜問題的臨時提案進行現場的處理 那經過表決我們要求換主席的這件事情沒有獲得通過 我們也接受 但是這是一個民主的程序 這是一個意識正當的程序 權宜問題優先處理 列席的委員也有發言的權利 都不應當剝奪 那今天當然發生一個小插曲 就是因為主席不讓吳思瑤有發言的權利 王玉銘也拒絕讓權宜問題優先處理 因為違反了這樣的意識處置的原則 我被迫必須在現場抗議跟發言 那當初當時大家看得很清楚 我在發言台 那我身旁全部都是國民黨的委員們 那那個時候真的肢體的衝撞 也都相對的動作越來越大 所以我一直在制止大家小心這樣會受傷 大家小心不要推擠這樣會受傷 但我也沒有想到 因為陳玉珍委員是晚來的 當時跟我在發言台上的 有徐巧心 有王洪威 有李燕秀 我沒有看到陳玉珍 她是事後來的 冷不防的從我背後 把我整個熊抱 把我整個架起來 把我整個往後甩 然後後面就是牆跟門 所以那是一個很大的動作 陳玉珍強行的把吳思瑤 熊抱架起甩到牆邊 個人受傷與否 個人受到什麼樣的暴力傷害 我都可以忍 我說真的我都可以忍 但是議事程序權宜問題要被優先處置 這樣子的正義程序正義 吳思瑤必須站在第一線去捍衛委員會進行的程序正義 而最終王毓民委員 終於也依據我們的合理合法的主張 來處置了兩個現場權宜問題的提案 表決輸了 委員 主持的委員沒有辦法撤換 表決輸了 我們接受 但是這是我們必須進行的程序上的要求 那所以我自己要問我有痛嗎 當然會痛嗎 我回到辦公室一直很想嘔吐 因為你被架住 可是在當下我必須撐住 所以回到辦公室 我也自己喘息了一段時間 一直喝水 但是一直想要嘔吐這樣子 那我覺得這種暴力的行為 真的都不可取 都不可取 那程序的正義必須被捍衛 今天是318的10周年 318十年前的學運 學生就是發揮了很強大的抵抗權 面對不公不義不符程序的事情 學生都敢勇敢站在第一線 我們作為立法委員 難道不應當勇敢的用你最努力 窮盡一切的努力 要捍衛開會的程序正義嗎 今天是318的10周年 10年前的學生年輕朋友做得到 吳四遙今天作為立法委員 在委員會提案的程序正義 權宜問題必須被處理 我也要捍衛我的發言權 我不會放棄 那陳玉珍對我的肢體的暴力 大風大浪我都見過 我也不想在這種事情上肢節上去多說什麼 現實是什麼 事實是什麼 大家都看到了 陳玉珍委員應當好好的檢討 王玉民委員今天沒能迴避自己應當迴避的身份 我們深表遺憾 但是對於凱開案 這個兒虐嚴重的事件 民進黨的立場自始至終一致 我們要嚴格監督 我們支持今天的會議應當進行 我們支持今天的報告 應當經過立委嚴格的監督 尋答回應社會 好 報告到這裡 問一下就是今天 就是小新委員好像有給你的手勢 當下我一個人被這麼多的國民黨委員所包圍 那我一直希望能夠讓我的發言 能夠持續被聽見 我當下要為我的權宜問題 我的權力大聲的說出來 所以我是focus在 不要讓我的麥克風 被許巧新往洪威拉走 我一定要讓我的聲音被聽見 所以那時候許巧新 當然他一直向我推擠 一直推 所以我才說巧新這樣會受傷 這樣不好 那他一直推擠過來 那我無暇去理會他做什麼樣的鬼臉 基本上這是非常幼稚的行為 我就算看到了 我也不會理會 我們是有格調的國會議員 對於這種做鬼臉的事情 我沒什麼好評論 社會可以評論 好 好 謝謝